顾天成 我们爱了三年 你怎么能在婚礼的前一天 跟我的闺蜜滚了我们的婚窗 顾天成哥 是我好还是今晚下好啊 肯定是你好看 他怎么可能敏得上你 讨厌 顾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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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天 被你看见就算 今晚下 你在我们顾家白痴白痴的三年 我去 那是因为我可恋你 你一个失忆的人还以为自己什么货 死的 离开我们的街 为什么都不是 顾天成我告诉我 我就算是在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人 都比你强百倍 小心 小心 不穿鞋 脚会受伤的 好温柔的人 如果是他 好温柔的人 如果是他 好温柔的人 我们结婚吧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我只是 换身舒服的衣服 现在去领证 时间还来得及 晚霞天成我 我终于等到你了 晚下 晚下 他叫唐景谦 好 我马上过来 你有事的话就去先忙吧 那我忙完来找你 我真的就这样和陌生人结婚了 医生 医生 我姐那里受伤了 你快叫人看看呀 你怕气啊 你快必须小点点声 不是 医生 等等等等 你们挂错号了 这是神经外科 它的伤不归这儿挂 挂错 快走吧 那里也有神经 万一耽误了治疗 影响以后我姐那啥生火 你负得了责任吗你 我 你怕急 我急 让她进来躺着吧 告诉受伤的位置 怎么还是个男医生 行 那你进去躺着吧 姐 你快去啊 哎 医生 医生 你好好给我姐看好了 仔细点 医生 来都来了 以后也不会再见的 死就死吧 根据行业规定 男医生给女患者检查四处 必须有第三人在场 这个声音 但是在法律层面来讲 我本无需必须 是吧 起往下 这不是跟我审婚的老公吗 她是医生 骨头没事 我给你开点外用的药 按时涂抹就行 医生 你确定你看清楚了吗 你怎么知道骨头没事啊 你快闭嘴吧 放心 我仔细地摸过 滚没问题 摸过就好 摸过就好 闭嘴 谢谢医生 姐 等等我 姐 姐 刚刚那个医生还挺帅的 对了 你那里 我哥看过没有 小青 我已经领证了 但不是跟你过 什么 你们不是明天就办婚礼了吗 嗯 这 这不是那个帅医生吗 起码上 居然偷偷的背着我 看起码 你那里 跟别的男人领证 这么多年 你拿我们顾家当什么了 当猴死我吗 哥 你到底做了什么 让婉下宁可跟陌生人结婚 也不愿跟你结婚 你怎么知道是陌生人 万一人家 早就已经好伤了 你跟我才是被戴绿帽子那个人 吴天成 你少血口喷热 你 你床半呢 逃避雪 他没跟你一起来呀 吴天成 你竟然跟陌避雪 你俩滚到一起去了 你无耻 顾盼清 她是你未来的嫂子 把嘴巴放干净点 我们顾家 绝不会让这样的女人进门 奶奶 奶奶 您怎么来了 我听盼清打电话 说你在医院 怕你有危险 对不起啊 奶奶 我原本也是想听你安排的 但是 晚下 奶奶刚刚啊 都听到了 你做不了奶奶的孙媳妇 是我们顾家 没有这个福分 奶奶就当你是亲孙女一样 送你出嫁 先跟奶奶回家 奶奶奶 我跟她还有话说 稍微等一下 请晚下 如果你还要点脸的话 就让你的肩膚过来 让他把你在我们家 这三年的肺位 得结清楚 混账东西 晚下 照顾了我三年 比你这亲孙子还亲呢 不是奶奶 他给你孙子戴绿帽 你干嘛笑着他呀 请晚下 你是不是嫁了一个穷鬼啊 拿不出来什么钱 你是想结了婚之后 继续在我家赖 是吗 多少钱 多少钱 这是他的死亡报告 晚上已经死了 晚下 我找了你三年 这次我一定会保护好你 你谁啊 我叫唐锦天 是晚下的新婚丈夫 一个小破医生 你嚣张什么呀 郭天成 这可是在医院 你别逼我报警 奶奶 这三年 承蒙您对晚下的照顾 晚下受伤了 我先带她回去 等她伤养好了 我再亲自来上门大线 嗯 等等 你们该不会是 想趁机逃债啊 今晚下 在我们家三年 每一年花销 大概有十几万 三年加起来有 一百万够过 一百万够过 一个穷医生 这么大口气 哪得出这么多钱 碧雪说得对 我在医药公司当销售 最常见的 就是这些小医生 你们一年赚的 不如我一个月转 一百万 你们在逗我吗 你 我确实拿不出这么多现金 我就说嘛 转账可以吗 转 继续转啊 我把手机给你 转 收款保到账 一百万 现在 我可以带晚下回家了 你看我电视 我去洗澡 嗯 锦谦 我查清楚了 晚下的确是在三年前 被孤老太太救了 而且她确实失忆了 文汉 我今天 终于和她领证结婚了 锦谦 万一她想起过去 你是心理医生 帮我让她一天晚一点来 她听到了吗 听到了多时候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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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来找你 要下遥控器 行 她什么都没听到 你先去洗澡 洗完澡 我给你上药 上药 我给你上药 嗯 嗯 嗯 不不 不用不用不用 我自己可以的 我是医生 我知道用什么力度暗柔 能够更好的达到药效 暗柔幻处 这是什么胡郎之词 哎呀 唐医生 我真的可以 哎 晚下 我希望你不要叫我唐医生 叫我姊姊 或者 我要关门 我要关门 老公 老公 今天晚上 我睡哪儿啊 晚上 虽然我们是少婚 但是我希望 你能认真地 对待这段婚姻 嗯 你放心 我会给你适应的时间 我会强迫你做任何事情 嗯 长得真好看 嗯 晚下 这个家里的一切 只要你喜欢 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 包括我 你怎么了 嗯 你以前 认识我吗 你怎么会问这种话 有件事情 我是想跟你坦白的 我因为意外 缺失了一部分记忆 如果我现在 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晚下 我不在乎 我是医生 见过各种各样的病症 我在乎的 是现在和未来 我希望你也一样 嗯 晚下 我等这一天 已经等了整整十年 晚 请晚下 你给我滚到医院来 因为你退婚 奶奶脑出现住院了 什么 嗯 晚下 请晚下 你只有扫把星 奶奶这次被你给害惨了 别甩锅了 明明是您要去逃避雪 才被奶奶气成这样 记点口德吧你 医生 我奶奶怎么样了 暂时保住了医命 但是要尽快安排手术 目前我们是 只有一个人能做这个手术 你尽管说 在我们是没有我请不来的医生 这个人就是我们医院的 荣誉院长 唐锦谦医生 但是这个人不是有钱就能请到的 医生 您马上安排手术 这个人我一定能请到他 好 琴琴接电话呀 怎么 人家跟你睡一个晚上 就被嫌弃了 不接电话 安静我们去找他 好 你回来 我告诉你 我不需要你猫哭耗子假慈悲 我就不相信 整个医院只有他能做这台手术 你没有听那个医生说吗 全国只有他能做这台手术 可笑 你以为你随随便便移驾 就能嫁个专家呀 唐医生刚才见病人情况紧急 已经开始准备手术了 我来找你们签字 真的 唐医生已经在准备了 所以你们赶快缴纳手术费 把同意书签了 别耽误做手术了 我不同意签字 我 我要告你 未经家属同意擅自安排手术 有本事 你让唐锦芊停止这台手术 我看他敢不敢让奶奶死在手术台上 我看他敢不敢让奶奶死在手术台上 郭天成 你还是人吗 你敢为了那个男人打我 我告诉你 是你猪鬼逃避雪在先 你说的那个男人 他现在正在抢救奶奶呢 谁知道行不行啊 你以为你嫁了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吗 你敢打我 我告诉你 我打的就是你 你一个抢闺蜜男朋友的人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跟我讲话 秦婉夏我跟你没完 滚开 婉夏 我来钱 你放心 我是不会让唐医生为难的 郭天成 带着他滚 否则爸爸知道 绝对饶不了你 秦婉夏 你给我等着 医生 我来钱 来 天成哥哥 你家里人都不喜欢我 也不想让你娶我 可是 可是我们已经那个过了呀 该怎么办嘛 你放心 只要公司 跟医院的单子签下来 我们家 就是我说了算 嗯 嗯 难道秦婉夏 他真的嫁了个专家 他那个专家 一出手就是一百万 我看呀 那专家品位也不怎么样 哎 你说的对呀 一个破专家 怎么可能一出手 就那么多钱呢 对呀 喂 爸 你把你奶奶寄进医院 天不知己的 往晚上要了一百万 赶紧把钱给我退回去 不是 不是 不然别想再回顾家 爸 你听我解释 我 怎么了 秦婉夏 你敢挑拨我们父子关系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奶奶怎么样啊 唐医生 这是病人的家属 放心吧 手术很成功 唐医生 谢谢你啊 唐医生 有人举报你收受贿赂 现在医院里和相关部门 已经介入调查 我换个衣服就来 敬倩 这举报信 都挂到医院的论坛上去了 院长放心 我会配合调查 我就说一个小小的医生 怎么可能随手转上一百万呢 原来你就是那个 收受贿赂的 黑心带来 警察同志 唐医生根本不可能收受贿赂 我们整个医院都知道 他都倒贴自己的工资 帮病人治病 怎么可能收那点迎头小利呢 无名钓鱼的人多啊 警察同志 咱们不能光查到办公室 唐医生的车也要好 那箱钱 就在这台车上 就这 唐医生 麻烦你把你后备箱打开 怎么会是这样的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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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是 警察同志 您看 什么啊 看你怎么狡辩 这些钱唐医生 你怎么解释啊 我 这些钱是我的 这是我老公给我的彩礼 你老公给你的钱 院长 看看 大家看一看啊 你们想一想 一个普通的小医生 这么多钱啊 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钱 来准备彩礼啊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他的作风是有问题的 所以他一定是贪污受贿 哈哈哈哈哈哈 啊 唐医生啊 你的身份 恐怕是藏不住了 你谁啊 我是谁不重要 但是你说的没错 一位普通医生 确实拿不出这么多钱 不过 作为今夏基金会的会长 和这家医院的资方 这点钱 算不了什么吧 你说什么 各位 进城唐家 想必各位都知道 而这位 就是唐家的大公子 没想到唐医生 是唐家的大公子 你闹得这么高调 烂摊子你收拾了 放心 还有 不要让我老婆的照片 出现在任何事件 我闭上 秦婉夏 怎么这么好命啊 哎 你听说了吗 唐医生结婚了 唐医生不是有喜欢的女孩吗 还说这辈子非他不娶呢 好像娶的就是那个女孩 难道 他认识是以前的秦婉夏 你不认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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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锦前 我给你惹麻烦了 潘青说了 是顾伯父 让他把那一百万还回来 没想到 他竟然放在礼盒里栽赃你 你刚才维护你老公的样子 很可爱 唐医生 你原来就认识秦婉夏吧 我这有些有意思的东西 你想看吗 你是谁 你想干什么 晚上九点 来蓝湾酒店八九九号房 谁啊 没什么 不重要 我来了 你说的东西呢 不认识 不认识 唐医生 夜还长 不如我们 先做点别的 去死吧 去死吧 姐 我跟打电话说 唐锦前和陶碧雪 开房去了 行啊 陶碧雪 不接我电话 你就为了这么一个 水性洋花的女人 背叛婉夏 真是活该 你还好意思说我 那她跟那个唐锦前 又算什么东西 看我怎么找她们算账 潘青 我 还是 不进去了吧 不行 我们一定要看清楚 她的真面目 走 唐锦前 给我滚出来 你们怎么来了 说 跟你偷情的人呢 没有 还好还好 我以为你又遇到渣男了呢 谁说我约的不是唐锦前 她刚刚才来过 今晚下 唐锦前的身材可好着呢 可白白让我抢了些 你说可惜不可惜 你少在那挑拨了 晴晚夏 你的两个男人 都被我给睡过了 你气不气啊 晴晚夏 给你的那个唐锦前打电话 让她给我滚过来 好 这些人 他这些人 他根本就看不上你这样的女人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我这样的女人 你 晚上说得没错 我的确看不上你这样的女人 唐景谦 你居然敢抢我的女人 唐景谦 你居然敢抢我的女人 是你的女人想跟你戴绿帽子 自己主动送上 唐医生 我呢 最喜欢抢秦婉下的男人 只要答应和我睡一觉 想要的东西就是你的呢 怎么是你 我们废话少说 一百万换你手里那条项链 那条破项链值这么多钱 唐医生说了 拿了钱 希望你不要再招惹她夫人 陈江 你花一百万 买的就是这条项链 项链我已经洗过了 你以后 不要再把它送给美人 陶碧雪 奶奶就晚下的时候 她身上最珍贵的 就是这条项链 她把你当成真心朋友 送给你 你竟然 当成真朋友 谁会把一个无家可归 又失忆的乞丐 当真心朋友 你 陶碧雪 之前是我认错人 可就算我是乞丐 也比你现在干净多了 是啊 陶小姐还真是让我 大开眼界 看这屋内的样子 怕是我走了之后 还有其他男人来了 你 这顾先生头上的青青草原 陶碧雪 我为你做了这么多 你背叛 放开 放开 放开我 够了 放开 我警告你 从今往后 离晚下远一点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走吧 七晚下 你给我站住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 你失忆钱的事情吗 唐锦签花一百万 买的不是这条项链 他是想买断 你所有关于过去的记忆 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难道就这么信任身边这个男人 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他 他出现得那么突然 又对你跟他的过去 毫不在意 你觉得这正常吗 往下 这个给你 我的偷偷偷 我什么都想不起来 往下 想不起来我们就不想了 唐锦签你瞒不住他的 我现在就要告诉他 我告诉你 宋世青 嫂子 一看他就在挑拨你俩的情感 千万不要众他的戒 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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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听我说 当时 我也是被那个 逃避选的女人给骗了 是他主动先供应我的 哥 真恶心 不是 晚下 你再给我次机会 我一定会 我看在你们顾家 照看了晚下三年的份上 今天我不打你 但是如果还有下次 我绝对饶不了你 今晚下 你给我等着 琴琴 你说这条项链 是谁送给我的 应该是一个喜欢你很久的人吧 琴琴 如果我恢复记忆之后 才发现我本来就有爱人 我们该怎么办 晚下 你现在是我的妻子 如果真有你恢复记忆的那天 我希望你能选择我 你 你知道晴婉夏过去的事 那你刚刚在乱说什么 我没有胡说 当姐姐之前一定认识晴婉夏 而且 而且也不想让晴婉夏知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之前认识一个学姐 叫宋 宋世晴 她在国外 差点就跟唐锦芊订婚了 她一定知道些什么 我刚才刚要说出她的名字 那个杨文汉立马就打断我 他们心里一定有鬼 联系她 喂 苏师姐 哪位 我是碧雪啊 挂了 等等 你先别挂 我是来告诉你 唐锦芊的消息 锦芊 唐锦芊背着你偷偷结婚了 你要是再不回国的话 他们两个恐怕连孩子都快有了 什么 帮我好好盯着 过两天我就回来 好 沈我给你捡回来了 那我们 就等着好戏开场啊 够了 秦婉夏 我根本不喜欢你 你还把我到什么时候 醒了 怎么样 催眠不算太顺利 你的潜意识 不想恢复你之前的记忆 所以 失忆是心理因素 你有轻微的解离症 解离症 解离症的起因 通常是受到了极大的压力 或是极深的创伤 不过你的症状算轻微的 只出现了轻微的解离性失忆 那我 我常常容易紧张 经常失眠 做噩梦 是不是也是病症之一啊 可是你刚才跟我说 你最近的睡眠质量还不错 最近才好 是因为你丈夫 最近给了你很多安全感 那你可要尽可能 多跟他一块儿睡 这样 有助于你健康 这 我要怎么回答啊 难不成要我主动 拜托琴姐 我会谨遵遗嘱 好好陪他睡觉 我当时什么 国色天香的妖精 居然能诱惑我哥 跟他结婚 这么一看 确实很古东王 唐景轩 你给我放尊重一点 这是你大嫂 这人谁啊 我弟弟 你不用管 我原本想着 景轩这么优秀 那他弟弟 一定也不差吧 这么一看呢 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 你 哥 既然你结婚了 按道理也该回家看看 你和景轩领阵 太匆忙了 过些日子 我帮你把婚礼补上 我可不承认 这个酸媳妇 爸 爸您别这么凶 会把晚上吓坏的 晚夏是我的妻子 这是我和她的婚姻 谁都不许插着 我们唐家 怎么会出你这种逆子 我算是唐家人吗 你 当年你看不上我爸 硬是拆散他跟我 现在还想拆散我跟晚夏吗 原来琴琴还有这样的绅士 所以她跟唐家关系并不好 怪不得外公不喜欢我 锦芊 锦芊 妈喜欢晚夏 妈承认她 哼 孙媳妇 别让我认 是谁让外公这么生气啊 世青回来了 世青啊 怎么突然回国了 人家世青是作为专家 被特地邀请回国的 不像有些来路不明的女人 不仅如此 世青年纪轻轻 已经是医学博士 世青啊 你跟锦芊青梅竹马 又有共同话题 我看 还是你们两个最般配啊 外公 你这别开玩笑了 我不觉得我跟他相配 我就知道 你将气死我这个老头子 我说 我的婚姻不允许任何人插手 晚夏他就是我认定的妻子 你 我不管 世青 才是我认定的尊心 世青 你回国这段时间 就在我们家住下 谢谢外公 您别气坏了身子 外公您别生气了 搁你少说两句 谁也别想拦着我 没想拦着你 不过我跟晚夏 也没打算住在这 景芊 你难得回来几天 妈妈最近不舒服 你是医生 你在家住着我才安心 晚夏 你也别走 景芊 我没事 阿姨身体要紧 哼 这饭 我不吃了 爸 你好 我是宋世青 景芊的青梅竹马 这是我的新婚妻子 今晚夏 这就是锦芊千挑万选的假结婚对象 你怎么 你放开我 你怎么来了 我 我要谨遵医嘱 陪你睡觉 那万一被外公发现了怎么办 我们两个是合法夫妻 我为什么要怕 那个 我妈晚饭之后找你聊了这么久 都说什么了 阿姨 就是说 她 想早点抱孙子 让我们努努力 看来我妈很着急啊 那 我们是不是得抓紧了 生孩子的潜屁 是你要学着习惯 你自己还有突然找上门的青梅竹马还没解决 你说宋世青 我跟她没什么关系 真的 好了 别说了 我现在就想测试一下 你到底有没有喜欢我 我现在就想测试一下 你到底有没有喜欢我 你看 你压根就没有喜欢我 那这种事情 你感觉不到我能怎么办 那要不你来扑倒我 说不定我就能感觉到 唐锦芊 你不要脸 我下 没关系的 我给你时间 我们慢慢来 谢谢你 我会努力的 我请告你 我是男人 不是圣人 你要是再勾引我的话 哥 我知道你在里面 走啊 和师兄姐喝酒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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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懂了 医院有点急事找我 我得先离开一下 照顾好 嗯 来来来来 哎 哎 哎 不好意思啊 我去趟洗手间 哈哈哈 哎喝喝喝走一个 哈哈哈 你好 哎呀 美女啊不好意思啊 我有男伴的 不过 那位小姐 她是一个人来的 啊 啊 嗯 这酒后劲怎么这么大 明明是天的 哈哈哈 小妞 嗯 哎 哎 哎 美女 喝一个吧 谁啊 放开我 不跟你喝 走 哥带你出去吃宵夜 我不去 你放开我 美女 你放开我 你们谁啊 放开我 放开我 既然你占了我的位置 那你必须得付出点代价 我不走 你放开我 放开我 好啊 先怕告诉我 你那杯酒早就被我们下了药了 丑 看你往哪儿跑 我看你往哪儿跑 你们 锦芊 我跟你讲 我有乖乖听话等你回来 是他们把我拎了出来 他们非要带我走 他们讨厌 他们讨厌 姐姐 你怎么有两个呀 我们回家 嗯 哎 师兄姐 怎么就你自己一个人 他们人呢 应该是晚上先酒吧太吵了 锦芊带她先回去了 哦 哎 师兄姐 我哥 他不是一直 喜欢你吗 怎么 你看 你和他青梅竹马 他以前还为你 拒绝过家里安排的联姻 怎么现在就 我们大人的事情你不懂 你哥心里只有我 他现在只是在气我而已 啊 啊 这样啊 我怎么觉得不是呢 青梅竹马 嗯 嗯 抓住了 现在 你只有一个了 好 我只有一个 而且是属于你的 嗯 你乖乖躺好 我去给你拿毛巾 嗯 不要 嗯 嗯 嗯 躺下 不许走 我要锁住你 嗯 你说 你怎么这么好 我什么都不懂 我都怕不了解你 我甚至 连我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嗯 嗯 你说 那你为什么还愿意和我结婚 因为 我只想和你结婚 骗人 我根本就没有那么好 你说你 长得好看 人也好 还是一个治病救人的医生 不 在我心里 你才是那个最好的 那你会一直一直对我这么好吗 会啊 我会一直一直对你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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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我想 我去冷静一下 嗯 唐静谦不许去 可是你还没有准备好 我不反感你碰我 我就是 担心 我 害羞 我知道了晚上 我会一直一直对你好的 嗯 哇 其旺下 及旺下 衣服被换了 你真是不知道害死了 走 滟 醒了 醒了 我在医院 抱歉 不能陪你吃早饭 还有 还有什么 昨晚你 你 害羞 少夫人 下楼吃饭了 来了 少夫人 这是大少爷去医院前 特地给你做的醒酒汤 谢谢灵姐 说实话 我很惊讶 没想到锦芊为了气我 居然这么仓促就结婚了 真是委屈秦小姐了 恒在我们俩中间 很尴尬吧 你说的话呢 我不爱听 我先走了 秦小姐 请留步 醒酒汤 很好喝吧 锦芊有没有告诉你 是我爱喝酒 她才学会做醒酒汤的 宋小姐 锦芊这碗醒酒汤 是她煮给我的 不是吗 外公是不会同意你们在一起的 那这就不劳宋小姐你费心了 唐锦芊 难道宋世青真的是你爱的人 是你的白月光了 锦芊 嗯 你说 如果我能找回我的家人 找回我自己的记忆 不是来路不明的人 外公是不是就不会嫌弃我了 可是为什么就没有人找过我呢 晚夏 一定有人找过你 可是为什么 到现在了 都没有一个人来说过 晚夏 我认识你啊 为什么呀 晚夏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那你一定要一直陪着我 嗯 睡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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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宋世青的房间 好 啊 好 果然 我才是他们之间多余的第三者 原来我只是个地人 进去 婉夏 宋小姐 请婉夏最恨的人背叛 青年目睹自己老公跟别人偷情 她一定会跟唐姐签离婚的 婉夏 你听我解释 宋世青都喝多了 我不想跟你说话 婉夏 够了 你明明知道顾天成背叛过我 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对我 婉夏 你知不知道 从宋世青第一次出现开始 所有人都在说我是他的体身 是你们感情的催化工具 你不过就是在利用我 想让宋世青跟你低头 让他跟你旧情复燃 没有 婉夏 你怎么会这么想 我最爱的人是你啊 放开我 你还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你还嫌我嫌得不够深是不是 婉夏 放开我 放开我 我不放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 我不会让你离开的 哥 嫂子 你们俩干嘛呢 你放开我 哥 嫂子 你们俩这是上演虐练小短剧呢 你放开我 我不放 对了 哥 放开我 世青姐的病治得怎么样了 你火急火燎的把我叫过去 他根本就没有病 什么 是你把景芊交到他房间去的 对啊 家庭医生正好不在家 那只能让我哥顶上 听见了吗 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样 而且我下一秒就把他推开了 是你走太快根本没看到 那那个画面谁看了都会误会的呀 对了 哥 没你事了 出去 行 那哥 嫂子 你们慢慢玩啊 都这样了 还不能把你们分开 没关系 来日方长 那个 刚才对不起啊 我误会你了 我不该冲你发脾气 我刚刚怎么记得 有人说嫌我陷得不够深 是什么意思啊 我不听 我可没说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者 你跟我一样 在这段感情里面 你已经陷进去了 不对 他们可都说了 说你还因为宋世青 拒绝你外公给你准备的订婚宴 你怎么什么醋都吃啊 我对宋世青只是同学情谊 我拒绝临婚 是因为我讨厌包办婚姻 而我娶你 是因为我爱你 想跟你共度一生 那解酒汤呢 他可是跟我说 你是因为他所以才学的 我发誓 真的是这两天才学吗 真的啊 嗯 婚姜 我这个人 确实一向冷 感情淡苦 但唯独对你 是个例外 婚姜 婚姜 我爱你 爱的一直都是你 什么 你把世青送走了 他留在这里 只会影响我和婉夏之间的感情 我说哥 他毕竟是你的白月光啊 就算你们现在 我喜欢的不是他 我喜欢婉夏 从前是他 现在是他 未来也是他 那这么说 你的白月光不是世青剑 怪不得 怪不得像你这样性格的人 会闪婚 妈 我希望你们不要在婉夏面前提起这些事 他失忆了 我希望 以前不开心的事情 他永远都想不起来 嗯 只有这样 他才能永远留在我身边 嗯 嗯 锦轩 锦轩 哎 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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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你肯定想知道 咱先回家 回家 嗯 嗯 对不起啊 对不起 是个大美女 这种高级货色韩少一定会喜欢 要不把她送给韩少 嗯 这种高级货色韩少一定会喜欢 要不把她送给韩少 嗯 你干什么 知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唐家的人 别找死 嗯 嗯 嗯 这 在韩少面前 什么狗屁唐家 锦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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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干什么 啊 放手 我告诉你 我是有老公的人 管你是谁的人 我跟你说 今天晚上 你就是我们韩十少爷的人 韩十 这名字怎么这么熟悉啊 嗯 你这小兄弟都醉死了 我看谁来救你 谁说没有人来救他 嗯 哦 秦谦 你怎么样 秦也 还认得我 眼睛还没瞎啊 秦也 我雁卓 不知道她是你的朋友 我认罚 朋友 她是我老婆 这里交给你 嗯 秦谦 她们为什么这么教你 你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还有 韩十是谁 韩十是谁 韩十 好了好了好了 现在当务之急 是送锦轩去医院 哦 对对对 锦轩 她是因为救我才受伤的 咱们赶紧把她送到医院去 我去送你回家 哎哎 什么 锦轩前几天为了秦晚下打架 嗯嗯 锦轩那个性子 居然会为了一个女人做到这种地 嗯 锦轩 嗯 你哥 为什么会对那个晚下这么特别 哈哈哈哈 那还能有什么原因啊 还不是因为她那个 江城白月光 又是那个秦晚下 什么 怎么会是她 我 救命 晚下 晚下 没事了 别跑啊 我在 我在这儿陪你 我好害怕 我想明天赶紧去找杨医生 赶紧回复记忆 好 好我陪你 我帮你回复记忆 晚下 我只希望你永远也不要恢复记忆 抱歉 今天不能陪你了 研发室有急事 温寒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 没关系的锦轩 素施青 我来陪你去看病 是锦轩让我来的 她担心你一个人像昨天一样 在遇到什么事情 锦轩让你来的 对 你再怎么讨厌我 也该体谅她的一片苦心 那好吧 锦轩根本没让我来陪 昨晚锦轩那小子也不说 我倒要看看 你得的到底是什么 碧 碧 宝夏 难怪我总觉得你跟锦轩明明早就认识 怎么跟刚认识一样 原来你失忆了 什么 我跟唐锦轩早就认识 锦轩一直没有告诉你嘛 你们在江城的时候就认识了 我以为 我以为她早就告诉你们 唐锦轩早就在江城的时候 就认识我 你怎么会知道 唐锦谦以前就认识我 还有 你怎么知道我失忆了 我原来一直想不通 但是 我刚刚看到杨文汉的诊所 突然就想通了 你如果不是失忆的话 怎么会嫁给锦谦呢 你以前可是根本就不喜欢她 甚至可以说是讨厌她 什么 我早就跟她认识 我还讨厌她 锦谦一直没有告诉你吗 难道她是刻意隐瞒 是骗婚 唐锦谦 修是个骗子 你明明知道 我就是想找回我的记忆 找回我的家人 你居然这么骗我 婉夏 我不知道锦谦一直没有告诉你 如果让锦谦知道是我告诉你的 她一定会恨死我 你帮我保密 你帮我保密好吗 你说 她早在江州的时候就认识我 对 我听说在江州 有一个叫秦婉夏的人 还是韩石都认识 韩石 你 韩石 你 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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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石到底又是谁 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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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石你没事吧 怎么了 韩石 韩石 你没事吧 你走开 韩石 韩石 你到底跟韩夏说了什么 她为什么那么凶我 为什么要有那样的目光看着我 我没说什么呀 婧婧 你别这么凶 婧婧 韩石 韩夏醒了 韩夏 韩石 你怎么这么凶我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我之前每一次问你 都是这么说 到底准备骗我到什么时候 韩夏 我是有苦衷的 我其实 我现在对你的回答 她真是一点都不感兴趣 你恢复记忆了 是啊 唐锦芊 我全部都想起来 我不仅想起了你 想起了江城 还想起了韩石 怎么了 我恢复记忆 你难道不高兴吗 怎么我们刚结婚的时候 你不告诉我 我有未婚夫 王夏 你怎么不告诉我 你是从别人手里 把我偷来的 王夏 但你现在是我的妻子 我知道 我知道 你在套我的话 是啊 我就是在套你的话 我确实没有恢复记忆 不过你在心虚什么 当初我们结婚的时候 我还以为 遇到了值得我 恢复一生命什么 没想到 我们之间 居然有这么大一个谎言 王夏 王夏 我花了三年的时间 才找到你 我不会再让你离开 放手 唐静谦 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 你这一辈子 只能属于我 你放手 明明我是韩石的未婚妻 你为什么要骗我 还让我 一个一无所知的人跟你结婚 你现在是我的妻子 我是你的丈夫 她韩石算什么东西 你干什么 唐静谦 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 唐静谦 你这辈子 只能属于我 你这辈子 只能属于我 下车 下车 我不会跟你走的 你说什么 你放开我 你干什么 唐静谦 你放开 唐静谦 你放我下来 往下 唐静谦 你囚禁我 往下 你冷静点 你看着我 你在这栋别墅里面 是自由的 我还是会像以前那样对你 但你绝对不能离开 唐静谦 你放开我 唐静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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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静 唐静谦 为什么要骗我 明明我已经开始爱上你了 我已经开始相信你了 是你故意告诉秦婉夏我以前跟她认识的 对不对 锦谦 我不是故意的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 我最后一次警告你 不要对外透露秦婉夏的半点消息 言尽一词 否则你知 凭什么 我才是那个陪着你长大的人 他秦婉夏 凭什么让你为他发狂 三天了 这三天里 他还是像以前那样对我 给我做饭 陪我睡觉 可是我们都知道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要怎样才能离开 你们怎么来了 你们聊 我去往风筝 我们是来帮你的 帮我 帮我 不怕告诉你 景萱是封外公的命令来的 你知道的 外公一向不喜欢你 既然你们的感情出了问题 他乐意帮你一把 你们准备怎么帮我 现在去机场 应该能赶上最近一趟的航班 至于我 你应该知道我的目的是什么 你喜欢秦婉夏 只有我走 你才有机会 没错 选择全在你 你留在这里 留在唐间 还是回到江城 找回你所有的记忆 你选吧 我穿鞋 会受伤的 我穿鞋 我叫唐锦谦 是婉夏的新婚丈夫 婉夏 你现在是我的妻子 如果真有你恢复记忆的那天 我希望你选择我 我 婉夏 我爱你 我爱的一直都是你 你怎么不告诉我 你是从别人手里把我偷来的 对不起唐锦谦 锦谦 锦谦 你看 她放弃你了 只有我才是最爱你的人 快走吧 婉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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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还在等什么 快走啊 请婉夏你不许走 再先躺进前 好 婉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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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她买了去哪儿的机票 那还用说嘛 当然是江城 她要去江城找回她的记忆 江城 你怎么可以送她去江城 江城不是她的家吗 如果恢复记忆对她来说更好 就算她一辈子都不属于我 那我也默默地陪着她 她最不应该去的地方 就是江城 你们会害死她的 她就是韩石 原来她长这样 既然宋世青说她是我的未婚夫 那找回我的记忆 就先从她下手吧 对不起 没有预约不能进去 我来找你们韩总 麻烦你告诉她我叫秦婉夏 我就在这等她 多晚我都能等 又这种想抱韩总大腿的女人 人家都有未婚妻了 还一个个地往上挣鼻 未婚妻 对啊 我们韩总有未婚妻了 两个人感情好着呢 真不明白 那这些女人怎么上赶着做小三 她的未婚妻不是我吗 才三年她又有未婚妻了 你还见不见韩总了 不用了 江城那么大 我的家到底在哪 到底谁先是真正了解我过去的 谁又是我可以相信的 我不是新的人 跟我回去 你放手 我不跟你走 晚霞 我是来接你回家的 回家 那是假吗 那就是一个充满谎言的牢笼 晚霞 我隐瞒你是有苦衷的 跟我回去 跟我回去 我把一切都告诉你 你不能留在江城 唐锦倩 我不会再相信你了 我曾经不止一次问过你 你是不是早就认识我 你呢 你却选择骗我 我给过你机会的 我不会再相信你了 师父 麻烦你赶紧开车 少爷 这 开车吧 韩石 韩石 他真的是我的未婚夫吗 为什么见到我 没有一点 失而复得的惊喜啊 你谁啊 又是来对我 童话送报的 他不认识我 怎么不说话呀 难道是宋世青 为了把我和唐锦倩分开 故意骗我的 可是我对韩石这个名字 真的很熟悉 你到底是谁 再不说话就给我下去 我 这个司机的表情 不像不认识我的样子 不如乍一乍他们 韩绍 这么久没见 你怎么这么冷漠呀 三年不见 我是不是变化很大 欧波叔 您说您见了我 怎么也不打个招呼呀 你忘了三年前 你是怎么离开我的 你为什么还有脸来找我 我 难道我跟他 当年发生了什么不愉快 可是我全都不记得了 我 当年离开你吗 那是有苦衷的吗 那你知道你自己是谁吗 我 秦暖秋 你想炸我 秦暖秋 你想炸我 秦暖秋啊 我到底是谁 是秦暖秋 还是秦婉夏 原来你失忆了 我到底是谁 你当然是秦暖秋 我只是在炸你了 你连你自己是谁都不记得 却还能记得我 秦暖秋 你爱我还真是爱得深啊 可是你有了新的未婚妻 你都知道了 嗯 你们公司前台告诉我的 商业联姻而已 欧盛 去别墅 好的 欧盛 欧波是他的弟弟 这辆车是欧波常开的 但往而会有变化 你光靠一张驾驶证 就想套我司机的话 你想得太简单了 原来是在这里露了马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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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今天那位姑娘 跟婉夏小姐的DNA对比报告 我就知道 真的是她 她回来了 她真的回来了 韩少 那位小姐还是不愿意吃东西 我来处理 你先去忙吧 是 我说过了 会帮你找回记忆的 不用那么担心 你会不会骗我 十分钟之前 在我不确定你身份的时候 可能会骗你 但是现在不会了 这个世上 最不需要骗你的人 就是我 因为 你最爱的人 是我 那谁最可能骗我 唐锦签 为什么 因为她对你爱而不得 你忘记了我 她自然就有机会了 我跟她 到底什么关系 你吃点东西 我就告诉你 普通朋友关系 但她对你 图谋已久 那我还有家人吗 你 你为什么不能送我回家呢 还有你为什么没有找过我 你到底是不是我未婚夫啊 你见到我不喜悦 不激动 你只有我看不懂的猜忌跟试探 如果你是我 也会猜忌 也会试探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死了 我死了 你因车祸坠僵 警方打捞到了你的尸体 经过法医验证 你 秦婉夏 已经死了 不是 这 我 我怎么可能死了呢 这怎么可能 我也很想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啊 全江城的人 都知道你已经去世了 可你现在却活生生地 坐在我面前 还告诉我说 你失忆了 你让我怎么能不是他你呢 我一个活生生的人 我怎么可能死了呢 那尸体他 根本就不是我的 那既然有人 为我举行追悼会 那证明我有家人啊 安神 你能不能送我回去 我家人要是知道 我死而复生了 肯定会很高兴的 你确定吗 王夏 我当然确定了 我爸爸妈妈 肯定也一直在找我呀 如果我有兄弟姐妹的话 那他们也肯定 很希望见到我呀 但 王夏 我隐瞒你是有苦衷的 你跟我回去 我把一切都告诉你 你不能留在江城 他 一直都不希望 我回到江城 难道说 王夏 你是我的未婚妻 如果送你回家是最好的选择 我肯定会第一时间送你回去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法医是通过什么途径 确定那具尸体就是你的 那具尸体根本就不是我 但我的家人 为什么能在 没有完全确定 我死亡的情况下 给我举办追悼会 除非我的家人 希望我死 先言 你既然已经知道 夫人在韩石这里 怎么把她抢回来 她现在不愿意见我 也不愿意相信我 没关系 我可以一直这样守着她 你以前总来这家咖啡店 有想起什么栏目 这可是你第一次 跟我表白的地方 表白 那个时候 你可是大声叫嚣着 早晚要成为我的妻子 你呢 说了什么 没印象 那看来 你也不喜欢我嘛 相反 我能感觉到唐景芊 是确确实实地爱着我 那是以前 现在的你 跟以前的秦婉夏 不一样了 有什么不一样 现在的我 跟过去的我 都是秦婉夏 晚安 我公司有点急事 晚点晚欧上来接你 还有 千万不要跟任何人 承认你是秦婉夏 唐景芊 喂 婉夏 你不认识我了吗 不要跟任何人承认 你是秦婉夏 对不起 你认错人了 婉夏 我不可能认错 你就是婉夏 天底下没有长得 一模一样的人 婉夏 我确实不是你说的那个人 婉夏 我是姐姐 我是秦暖秋 秦暖秋 你就是婉夏对不对 你就是我的妹妹 不管你消失了三年还是十年 我是你姐 我怎么可能认不出你呢 姐姐 婉夏 你怎么不记得我了 这三年 你都去哪了 你一定吃了很多苦吧 我失忆了 都关我 是我没照顾好你 manipul 认识 米cess 你nder 你不能事 它 原来st就是我的家 姐 怎么就咱们两个吃饭啊 爸妈什么时候回来呀 婉夏 你回来了 是应该先问候爸爸吗 爸妈 我婉夏回来了 怎么会这样 对不起 我应该晚一点告诉你 这样你就可以 继续快乐地活下去 那个位置 以前是放着我的照片吗 不是的 这盏祈福灯是为你点的 我一直觉得你还活着 只是我还没有找到你 那你们为什么 要给我去办追悼会 不是说找到了我的尸体吗 婉夏 这些事情我以后会慢慢告诉你 你只需要明白 追悼会都是办给外人看的 我心里 从来没承认过你的死亡 我真的可以相信你吗 姐姐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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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小姐 吃早餐了 梅姨 您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个呀 是三年前 你参加你母亲的葬礼 忘带了手臂上的黑纱 为了这个东西啊 在葬礼上 大家指责你 追到会后啊 你就走了 没再回来 没再回来 大小姐呀 接连失去了母亲和妹妹 就一下子病倒了 这个家呀 差点就散了 那我姐姐呢 我 我想去找她 大小姐吩咐了 说你醒了之后呀 想找她 就可以去公司 她叫司机 把车都安排好了 公司 其实极端 我们大小姐 可是秦氏集团的总裁 今最大股东 谭静谦 你一直跟着我 晚上 我没有恶意 谭静谦 你应该有你自己的事情 而不是一直跟着我 所有的事情 都没有失而复得的你重要 我只想跟着你 保证你的安全而已 晚夏 跟我回去吧 我不会跟你回去的 这样跟片会有什么区别 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家人 我不需要你再给我编织谎言了 你不能回去 你不能待在秦家 你 晚夏 我姐姐来接我 人呢 为什么锦谦要躲着我姐姐 晚夏 你刚刚在跟谁说话 一个不重要的人 这三年你变化真的很大 以前的你从来不会主动叹气 任何事情都写在脸上 现在你变得更加沉稳 我既高兴又心疼 她是什么意思呢 是在感慨过去的我更好掌控吗 晚夏 你怎么不在别墅 你人去哪里了 我 我 我该告诉韩石我已经回家了吗 你被唐几千带走了吗 晚夏 不要再相信唐几千了 我现在很怀疑 你车祸坠江的事就是跟她有关 她隐瞒我是她不对 我曾经也怀疑过我失忆的事情是否与她有关 但是我现在确认 我坠江的事情与她无关 你已经失忆了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 就凭 就凭我知道 她是真心爱我 晚夏 谁的电话 二师 我现在跟我姐姐在一起 你姐 怎么了 晚夏 我不得不提醒你 江城市的任何一个人 都没有你表面看到的这么简单 越轻的人越可怕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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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石的话 是什么意思啊 唐净千 姐姐 韩石他们三个人的话 到底谁才是真的 睡不着 不如找姐姐聊聊天 你 你为什么要躲着我 你为什么不愿意见我 你为什么不愿意见我 我为什么不愿意见你 难道你自己不知道吗 当初是谁 对外公布了晚夏的死讯 是谁拿到了她的股权遗产 那份假的死亡报告又是谁安排的 这些你都忘了 是姐姐制造了那份虚假的事件报告 宣布了我的死讯 继承了我的遗产 够了 够了今天 我不需要你再来提起 我的手段有多黑暗 晚夏是我的妹妹 如果不是迫不得已 我不会这样做的 我不想听你的迫不得已 如果今天不是你以晚夏为借口约我出来 我根本就不会见你 你恨我 你恨我 对吗 说吧 你想问什么 我坠江的事情 到底是意外还是人为 人为 你们就没有人想过吗 我坠江之后 股份丢了 未婚夫丢了 好像留下来的人都获了力 只有我 是死是活根本就没有人关系 直接就被宣布了死亡 你怀疑你姐姐 她可是你最亲的人 她要害人死 不治理 那你呢 你怀疑我吗 晚夏 我早就告诉过你 这个世上 只有我敢让你恢复所有的心 所以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不怀疑我呢 因为你不喜欢我 所以你极有可能 因为我爸在你未婚妻的位置而害我 你也说了 那是以前 你不喜欢我 皇夏 要不 给我机会 我让你感受一下 现在的我 到底 喜不喜欢你 可她已经是我的妻子了 请你自重 可她以前喜欢的是我 好 好 管夏 你既然那么想恢复记忆 那我就送你个礼物 什么礼物 你要嫁的这个礼物 是你姐姐晴暖秋 最爱的男人 最爱的男人 我先走了 你们慢用 晚夏 我和秦暖秋没什么呢 唐琴琴 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 对不起 晚夏 我不想再见你对不起了 我只想保护你 你有没有问过我到底想要什么 我只是想要知道真相 你走 晚夏 我不会放弃保护你的 好啊 你不走是吧 那我走 晚夏 我原来以为 来江城市我就能顺利找回我的记忆 我的家人 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找火了 快跑 有人吗 快跑快跑 这里面还有人吗 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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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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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听是谁 是谁想要杀死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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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吧 我知道你在这儿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我记得你的味道 在火场里救我的也是你 我真是没想到 居然有人想要我再死一次 我 婉夏 有些事情必须告诉你 你姐姐已经被抓进拘留所了 因为有人看到她 出现在了案发现场 你说得对 或许恢复记忆对我来说 确实不是什么 特别值得我开心的事情 但是我必须得知道 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是我害怕 恢复记忆就不要我了 我忘了 你没有恢复记忆 就已经无恶了 我累了 你送我回家吧 好 我送你回亲家 梅姨 小姐 你回来干嘛 还不赶快去看守所接大小姐 接大小姐再回家呀 我以为找到我的家了 可是那一瞬间我突然明白了 这里早就没有人在乎我了 在乎我的职友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来接我 以你的身份地位 警察根本不会扣留你到现在 果然 你就是在等我接 婉姨 现在有些喜欢闹事的股东都知道你活着回来了 你一出事 他们就举报我 说我嫌疑最大 这个流言已经沸沸扬扬影响的公司了 所以你选择让我来这里接你 这样关于你谋杀我的谣言 就不攻自破了 不愧是我的妹妹 很聪明 我呢 需要一个解释 关于我们之间的解释 这一切 都跟那个黑沙毕章有关系 妈妈追悼会的当天你迟到了 还忘记黑沙毕章 也被众人指责 离起之下独自抬车离开 喂 你妹妹睡香了 我忙完妈妈的追悼会后接到的第一个电话 就是你这家的消息 连续五天 没日没夜地打捞 就是找不到你 只捞上了一辆破掉的车 不过 当时公司 有人甚至想夺走秦氏集团最大的掌控权 我那时候我根本无力跟他们抗衡 情况紧急 我只能选择发布死亡生命 我就能顺理成章地 继承爸妈所有的股份 那尸体呢 尸体是怎么回事 为了让死亡说明更有说服力 我找到了一具尸体 做了一份假的事件报告 给你举办了追悼会 我用最快的速度 夺回了秦氏集团的掌控权 我已经不能再大张旗鼓地去找你了 但幸好 你还活着 这是什么 这是伪造的事件报告 和所有有利于指控我的证据 如果你不相信 你可以用他们 把我送进牢里 你就没有什么 想为自己身边的吗 我是真的错了 没有什么可辩解 火灾呢 火灾是怎么回事 晚下 我怎么可能会对自己的亲妹妹下毒手 伪造你去世的消息之后 我整夜整夜地睡不着 我怎么可能害你呢 那天我只顾着自己的 完全没想到你 等我出来之后才发现你还在里面 护士已经很大了 我进不去 对不起 够了 难怪这么多年 都没有人找过我 难怪网络上根本就没有我的信息 原来在这座城市里我已经死了 是我亲姐姐 亲手杀死了我活着的可能性 不是的晚下 我是有苦衷 你纵实有千万个理由 你想过我没有 我不知道我的家在哪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亲人 还有可能这一辈子我都不会再来江城 就算现在找到了又怎样 一切都变了 我的婚姻变了 我的身份也变了 我在这座城市里已经是应该死的人了 我还笑了 施姐姐对不起 如果你觉得这口气出不来的话 你去解放我 不用了 我已经不想再找回自己的基因 景谦说得对 你们带给我的只有痛苦 看在爸妈的面子上 这件事情 我不再跟你追紧了 晚下 晚下你去哪儿 既然我在这座城市里已经是一个该死的人了 那我就不该出现在这儿 再见 姐姐 晚下 你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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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 suite 原本以为 江城会让我找到自己的家人 没想到 到头来还是只有你 只有你 从头到尾都是爱我的 他 淯倩 我们回家 跑啊 他 ね 你 你 然 傅 小心 回家 姐 姐 姐 回家 姐 你没事吧 姐 回家 你没事就好 姐 我没事 我错了 我不敢跟你闹的 是我对不住你 怎么惩罚我都是隐开的 姐姐 你是医生 你快救救我姐 你救救她 姐姐 你能原谅我吗 我就知道 你再也不会原谅我了 金钱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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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撑住 我们当医院了 金钱是最好的医生 她一定会救活你的 金钱 金钱 金钱在这呢 金钱 如果 如果我能活下去 能不能陪在我身边 照顾我三个月 如果我能活下去 你能陪在我身边 照顾我三个月吗 我不 可以的 可以的 只要你撑住了 金钱她肯定会答应你的 婉夏 婉夏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快去 你快去救我姐姐 婉夏 对我来说 你才是最重要的 况且你自己还有伤呢 我不重要 我不重要 你赶紧去救我姐姐 我求求你了 你一定得把她救活 你救救她 好 等我回来 姐姐 你一定要平安 婉夏 这个送给你 我说过了 我不喜欢你给我准备的这些礼物 连弄你这个人一起 我都不喜欢 父喜欢就是不喜欢 你别白费心机了 韩石 韩石 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对我 为什么 姐 姐 我回来了 看你 又玩得一身汗 我想起来了 我都想起来了 我姐姐呢 她人怎么样了 放心吧 命保住了 好 那就好 但又变成植物人的风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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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我想起来了 我都想起来了 我当初追降 是有人撞我 是有人开车撞我 我当初追降不是意外 那個车突然 他就拐出来了 是一个女人 他还待着压什么 我当初追降 根本就不是意外 别怕 我会保护好你的 啊 不是意外 王夏你放心 你现在已经安全了 我姐姐呢 我姐姐呢 不行我要去找她 王夏 你姐姐有更专业的人 去照顾她 你也需要保住身体 啊 我不该不相信她的 她都活出性命来救我了 怎么可能会害我呢 但你也得保护好自己 才能保护她啊 这都是我亲手为你做的 我没什么胃口 她经历了十几个小时的手术 还没有休息 就立马给我做了吃的 还一直守在我床边吗 好了 眼泪流到饭菜里面 就不好吃了 唐景谦 你怎么对我这么好 因为 我一直一直都很爱你啊 晚夏 我把你的死亡信息删除了 和上怀式的所有资料 融合在了一起 包括我们的结婚信息 这样晚夏 她注定要跟我绑在一起 她永远都是我的棋子了 行了 锦谦哥哥 不用藏了 我知道你在笑什么 我呢 已经全部回忆起来了 这条项链 是你送给我的 原来 你很早以前就喜欢我了 那你现在已经恢复记忆了 想起来你喜欢的人是韩石 我下 你还会离开我吗 你还会离开我吗 锦谦哥哥 放心吧 我是不会和你离婚的 谢谢你 我下 你们在干什么 你们在干什么 为什么 这里是江城市 你跟他是不是应该保持一下距离 介绍一下 锦谦哥哥 现在是我姐姐的主治医师 我说的是事实好吧 但这不是我们关系的全部 再次介绍一下 我呢 是婉夏的合法丈夫 兼任她姐姐的主治医生 跟我走 韩石 婉夏是我的妻子 你注意分寸 可她之前爱的人是我 你不过是趁我不在 趁萱入罢了 那又如何 我和婉夏 只是在最恰当的时间 再次相遇了 你再说一遍试试 那又如何 够了 你们是不是忘了 这是我姐姐的病房 韩石 我跟你走 你又要抛弃我是不是 你又要选择她 过去的那么多年 她就是这么一次次 看着我奔向韩石的吗 你别怕 我不会离开你的 婉夏 我也得跟我和韩石的过去 正是道个别不是吗 说吧 你找我说什么事情 今晚下 你当初明明说过的 你这辈子只爱我一个人的 韩石你在委屈什么 你失忆之后 嫁给唐鼎签的事 我可以不记忆 但你现在已经恢复记忆了 你都恢复身份了 你为什么还要跟她拉拉扯扯 不是 韩石 你不会 再吃醋吧 我追了你那么多年 你都不喜欢我 你现在这么生气 为什么 秦婉夏 我告诉你 你要么从一开始就不要喜欢我 要么就只能喜欢我 你现在想喜欢别人 我不同意 秦婉 现在就带你把结婚信息删掉 放开我 还是你清醒一点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 你说什么 我追了你那么久 你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你现在这么对我 也就只是因为你不甘心而已 我没有 还有 你刚刚弄疼我了 你知不知道 但是唐景芊却从来不会这样对我 我不爱你了 我爱上唐景芊了 我 韩石 你姐姐醒了 真的 他走了 你现在开心了 你把他从我的身边抢走了 是你自己有眼无珠 不懂他的好 我以前还以为你是君子 到现在我才发现 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小人 你这往下失意跟他结婚 现在又把你们的关系公之于众 你就是想斩斗我和他的关系 让他只能留在你的身边 你错 就算你跟他的关系彻底结束 他也不是直优 他从来就不是直属于谁 只有他愿意跟着谁 谁才能够真正的美着 我罪犯你这副伪绝责的嘴脸 明明喜欢他 明明想要跟他在一起 你偏要装住一副 只要他幸福的样子就好 虚伪 随你怎么说 反正最后陪在这身边的人说 你 闭嘴 我的嘴 我有点腿 你让我静一下 余生 余生 我姐这是怎么了 人是醒过来了 没什么大问题 但是 但是什么呀 但是 车祸伤到了神经 你姐姐的腿 可能是残肥了 她现在刚刚醒过来 有点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所以情绪比较激动 你安慰一下她 季妾 你在哪儿 救救我 姐 我在这儿呢 我想 我想见静芊 救救你 好 你等着 我去帮你叫静芊 你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啊 没事 摔了一跤 静芊 救救我 静芊 你之前答应过我姐姐的 我不想让她失望 晚霞 去吧 过人 我在你心中 还是没有你姐姐重要 静芊 我的腿 站不起来了 他们说我要残肺了 现在医疗技术这么发的 一定会没事的 我知道你的委屈 可是姐姐是因为我才变成这样的 我实在不忍心 毁掉她的心愿 姐 你这些天就在家里休息 我们都会在家照顾你的 婉夏 谢谢你 圆了我一个梦 你跟静芊 虽然阴差阳错结了婚 但是你们之间没有感情 你爱的人还是韩石 既然你记忆恢复了 你跟静芊早晚都会离婚的 姐 其实我哥还是 你知道吗 我真的好喜欢静芊 所以 哪怕只有三个月 我也觉得很幸福 如果是这样 那我更加不能打破姐姐的梦了 谁啊 锦芊 你怎么来了 你收敛点儿 这可是在秦家 婉夏 你让我去照顾别的女人 不觉得不合适吗 那不是你自己答应她的吗 那我是因为谁才答应她 那种情况下 是个人都会答应的好吧 再说了 不是你说的吗 恢复期很重要的 现在恢复期嘛 我们是不是要满足她的心愿 话是这么说 但你看到我站在别的女人旁边 你就不能有一点点的吃醋 其实 其实我也不是一点醋都不吃 真的 真的 婉夏 你放心 我一定会照顾好你姐姐 我只是为了报答 她对你的救命之恩 绝对没有一点男女私情 秦总 车祸及上场火灾的扫尾 都已经处理好了 绝对不会查到我们身上来 秦总 秦总 如果再像上次火灾一样 让人查到我身上 你也不用火 你也不用火 这次一定不会的 车祸司机的家人 都已经封好口了 绝对不会出现在二小姐面前 本来想趁火灾烧死 可惜没成功 还让她发现了端倪 虽然这样 我干脆趁这场车祸洗脱自己的嫌疑 只是 都怪你找的蠢货 差点害死我 算了 一场车祸 让她放弃跟我抢夺情势 还彻底对我死心态度 这比男女 还是很值得 妹妹 你还是弄了吧 被姐姐我 玩得团团转 你 就是您的 您的腿 去找 去国家给我找最好的医生 要比唐锦倩还好 滚 您的腿 去找 去国家给我找最好的医生 要比唐锦倩还好 滚 我 我真是去给你找最好的医生 你 你为什么还要回来 跟我抢秦家的一切 我以为你死了 锦倩就能爱上我 可她居然离开了江城 还要把你找回来了 不过 你现在恢复了记忆也好 这样 你就能想起来 最爱的人是谁 你 锦倩 你记不记得 这花园里好多花 都是当年你送的 记得 我送那么多花 其实也不过是为了 能来秦家多看的记忆 锦倩 你看 锦倩 往下 这么多年你的心里 还是只有秦婉夏 秦总 去查查秦婉夏在上怀的经历 看看有没有什么我们能用得上的人 是 没关系 我总有办法让你离婚 让你们原本不多的感情破裂 你也不过是 很快的 你不过是 没想到晚夏这么热情 这么不想我走 晚夏 你睡了吗 我来给你送牛奶了 睡着了吗 晚夏 你睡了吗 我来给你送牛奶了 睡着了吗 这么快 还好我提前把门给反锁了 晚夏 我希望这三个月早点过去 锦芊 你这样太不合适了 可我 可我喜欢你我控制不住我 可是我们还需要 照顾一下姐姐的感受啊 不能刺激她 有什么可是 我爱的人是你 晚夏 快起床了 姐姐 完了完了 我跟唐姐姐昨晚睡在一起了 那她岂不是 看来她提前走了 怎么还是那么坦睡啊 早餐都热第二遍了 快点起床 我还是落着没穿衣服的 睡傻了啊 快起床 我先下去了 你快点下来啊 什么时候走的 早晨七点 她一般不是六点多就起床吗 半个小时清理战场 还满意吗 唐几千 你不要脸 秦总 晚夏小姐的前卫婚夫 已经到达江城了 我马上安排你们见面 办得不错 让我来好好利用一下 这个前卫婚夫 原来秦晚夏是江城的千金啊 这回我要狠狠地宰她们一顿 哎 美女 你们总裁跟秦晚夏是什么关系 晚夏小姐是秦家二小姐 三年前失踪后 大小姐为了稳住公司股东 继承了她所有的股份 现已成为公司最大的股东 这么说 秦晚夏失踪受益最大的 反而是她这个亲姐姐 什么 人呢 刚刚还在啊 秦总 顾先生让我跟您说 我知道你找我来 无非就是想让我挑拨离间秦晚夏和唐景强之间的感情 但是吧 我实在不想再得罪唐景强 所以 这活我不干了 抱歉 她真这么说 是的 不该啊 她来的时候还很积极 除非 她找到了能带给自己利益更大的东西 快去看 嗯 啊 啊 快 快把她找回来 是 顾天成 他找我干嘛 喂 秦晚夏 我手里有份尊良 能帮你得到情史 只需要你给我五百万 顾天成 你发什么疯 我告诉你啊 你以后都不准再骚扰我跟景强了 秦晚夏 你不来见我会后悔的 神经病 姐 你什么时候来的 吓我一跳 王夏 谁啊 啊 没谁 就一骚扰电话 嗯 嗯 嗯 顾天成 啊 怎么是你啊 你来江城干什么 秦晚夏 你还真是狗咬吕洞兵 不识好轻啊 我告诉你 你少来纠缠我吗 你 你怎么就不信我呢 你 你以前做的装装借借 你哪见知道我相信你 我告诉你 要不是因为奶奶 我压根连你电话都不会接 可我这次来是真的有东西给你 不过我这次要的不多 你百万 我就告诉你秦晚秋的秘密 帮你 夺帮秦家的 妈 现在都该是挑拨我跟姐姐之间的感情了 你们之间的感情 你们秦家现在这么有钱 这么多的钱把握在谁的手里 你有没有怀疑过秦晚秋呢 你闭嘴 我告诉你 我姐姐为了救我 出了车祸 差点被车撞死了 她到现在双腿还残疾着 我不信她 我难道信你吗 哦对了 还有我告诉你 不要再来骚扰我了 秦晚夏 我给过你机会你不要 那我就只能找秦晚秋做交易了 晚夏 剩这么大钱 我跟你说 那顾天成不知道发什么疯 说什么他手里有我姐姐的秘密 让我给他五百万就交换 晚夏 这件事情 先不要告诉你姐 我当然不会因为这种 莫名其妙的事情 去打扰姐姐 秦暖秋会有什么秘密 还被顾天成攥在手里 看来 我得好好查一查 秦总 你知道我带走你什么东西吗 你只要给我八百万 我就把东西还给你 好啊 明天下午一点 北城大楼 顾天成 你居然敢勒索 秦总 您该喝药了 我的病 医生怎么说 神医说 您的腿马上就能痊愈了 那就好 那时候 我一定要给他那一个大大的惊喜 查一查顾天成为什么会到江城湾 还有 他和秦暖秋私底下 到底有没有什么联系 你让他走开啊 是 他已经走了 你可以出来了 你知道的 我的腿残废了 必须有人送我来 你就是秦婉夏的亲姐姐 秦暖秋 你就是 顾天成 没错 可惜啊 我差点就成为你的妹夫 那是晚上没福气 没关系 我们不还是见面了呢 只是我没想到 我还能知道你的秘密 我的梦 秦大侠 能不能不要再装 我都觉得你活得很累 整个江城 谁不知道你是秦家的大小姐 你聪明能干 善良 还心疼妹 难道不是吗 可在我看来 你更像是一条毒死 因为你随时都准备 咬死秦婉夏 顾总 话可不能乱说 我是婉夏亲姐姐 在她坠江生死不明的时候 是我一个人撑起了秦氏 现在我又把她接回来 好吃好喝地供着 我怎么会咬死她 哈哈哈哈 坠江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当初秦婉夏坠江失忆 也是你的手里 因为只有这样 你才是秦氏唯一继承 而秦氏的所有财产 都会在 你的手里 吻冯夏 财是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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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我姐了没 姐 温夏 温夏 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你姐骗你 你会怎么样 怎么可能 除了你之外 姐姐是世界上 对我最好的人 她可是我唯一的亲人啊 她豁出命来救我 怎么可能骗我 她那么相信秦暖秋 还是先别告诉她 我心里的这些怀疑了 怎么了 没事 至于 你说把秦暖夏 好吃好喝的供妇 秦暖夏在我家生活了三年 这三年内好像 没有任何人找过她 那是因为情势内斗 我根本分不出神来 不 那是因为你 根本就不想让她活着 因为 你根本就不是 她的亲姐姐 你根本就 不是她的亲姐姐 你闭嘴 你的那份DNA检测报告 我已经看过了 你跟秦暖夏 根本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在这期间 你还想要找你的亲生父母 但可惜的是 你没有找到 这个傻姑娘 从来没有怀疑过你 因为她根本就不知道 你不是她的亲姐姐 只要我抓住这一点 我就可以查得很容易 所以 秦大小姐 你根本不是秦家的亲女儿 二十二年前 四岁的你晕倒在秦家门口 你看 一对夫妇把你给救了 从此你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小姑娘 小姑娘 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两年之后 你们搬到了江城 在那时 没有人知道你的身份 同年 他们就生下了秦晚夏 宝宝乖 真乖 你看她多可爱呀 是啊 这可是我们的亲女儿 多么好的一对夫妇 好心收留了一个孤女 而这个孤女 却在背后算计他们的财产 甚至在他们葬礼当天 还想要亲手杀死他们的女儿 怎么样 秦大小姐 我没说错吧 既然你已经看过那份DNA报告 那就别兜圈子 直说吧 你要多少次 才肯把报告还给我 我记得你说的八百 不 我要一千万 可以 这张卡有一千万 没有密码 不过你要保证 拿到钱之后立刻离开江城 永远不要再回来 再也不要出现在秦晚夏面前 我凭什么相信你 你现在可以打电话问银行 不 先生 您这张卡里现在确实有一千万 秦大小姐办事果然妥当 我的报告呢 等着 是这份报告没错 不过 不过关于这张卡 我还有事情要交代 你说 你过来 凑近点 这是机密 你的腿 没错 我的腿已经好了 但是装残废 能让你降低警惕吗 我本来想让你离见 唐景谦跟秦晚夏的感情 你照耀有钱哪 根本偏偏找死 我做 我不干 你保证 我保证 你看起来很有诚意 可我只相信死人说的话 你杀了我 你会后悔的 秦总 我现在就把尸体处理掉吧 不用 顾天成的出现 当是提醒了我 那就是 要把所有不利于我的因素 都扼杀在摇篮里 你对他们仁慈 总有一天 他们会捏住你的把柄 掉过头来反击你 我再也不会心软了 姐 人呢 腿脚不好还乱跑 遇到危险怎么办 喂 姐 晚夏 快来救我 姐 姐 姐 你怎么了 你在哪儿啊 晚夏 你个叫顾天成都拿人绑架了我 他 让我给你打电话 你是不是得罪他了呀 我 我 喂 顾天成 你居然敢对我姐姐下手 晚夏 晚夏 他怎么了 刚刚打来电话 大小姐被绑架了 叫二小姐赶紧去救他 查到了 顾天成居然是 秦暖秀的人带来江城的 而且前几天 他去一趟秦氏集团 接着这两个人就都消失了 这两个人为什么会有联系 你好 是唐景谦先生吗 是我 有个叫顾天成的人告诉我 如果下午三点 没交到他的电话 就把这文件给你 顾天成 顾天成 他为什么会找我 不好 既然这份检测报告已经到博士了 那说明顾天成已经 谁都没想到 秦暖秋居然不是秦家的亲生孩子 那让初晚下追究 是 是 不好 晚下危险 姐 姐 姐 晚下 晚下 快乐救我 姐 姐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姐 啊 你没事 你再坚持一下 我现在帮你 姐姐 顾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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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解决他怎么样了 姐 我解决他怎么样了 姐 晚下 姐 我是我夏呀 我是你亲妹妹 你怎么了 我知道你是秦晚下 我绑的就是秦晚下 你知不知道 秦家本来只有我一个女儿 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可是这样的好日子我只过了两年 后来你出生了 你什么东西都比我好 所有人都围着你赚 他们还说 要把秦家所有钱都给你 姐 我不要秦家 我不要秦家的钱 妈妈都已经去世了 我只有你一个亲人了 我只有你一个亲人了呀 姐 亲人 你在这个世界上 根本就没有亲人了 一个都没有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我根本不是你亲姐姐 我只是秦家的养女 我恨他们 他们为什么有了我还要生下你 为什么生下你 又不能公平地对待我 苍天有野 他们年纪轻轻就去世 清暖酒 你太不可理喻了 他们就是活该 他们养了你那么多年 你到底还有没有良心 你就是个白人了 我说的就是我的真实想法 他们死了 我在让你意外坠交 秦家剩下的人 都不是我的对手 不出所料 秦家所有的钱 都是我一个人 开车撞我的人 是你 当然 别人去办我不放心 我一定要亲眼看着你 掉下去 不不不 可为什么 你这样都没死成 啊 为什么你坠交失忆 还能跟锦谦搅活在一起 你王妃我这么信任 你王妃爸爸妈妈 照顾你二十多年 你就是个白人了 我本来想放你嘛 可我想通了 只要你活着 就是一个定时炸弹 只要你活着 早晚就会知道真相 早晚会跟我抢秦家 更别说了 你只要活着 锦谦所有的目光都在你的身上 我告诉你 怪不得锦谦暗恋了我这么多年 她都看不上你 她是不会喜欢你 这种蛇险心肠的女人的 就算我死了 她也不会爱上你 死到临头的海嘴阴 王妃 锦谦 锦谦 王妃她 王妃 王妃没过来啊 难道她在赶楼的过程中 被顾天成提前拦解了 锦谦 你的腿突然很难受 可能是车祸后遗症 你快送我去医院好不好 锦谦 你怎么了 先把锦谦片片子 再把清晚下转移到别的地方解决 锦谦 我好难受 我来得不算晚 晚上应该还在这里 难道她发现什么问题呢 不可能 锦谦 我好难受 你快送我去医院 我先把她骗出去 切断她跟她手下的联系 我这就送你出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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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点 这 今晚下 你死定了 你 你 你 算起我吗 不是我算起你 是顾天成他留了一生 把真的报告给了我 怪不得 怪不得那个时候他说 你杀了我 你会后悔的 所以我来的时候 就已经报警了 你给我回来 还想跑啊你 晚上 晚上 姐姐 姐姐 我天生死了 我知道 还有 我姐姐根本就不是我的亲姐姐 她想让我死 我想 我知道 我害怕 我都知道 我会一直陪着你呢 被告人秦暖秋 因犯故意谋杀罪 判处无期徒刑 你还来干什么 来看我笑话吗 我来是通知你一声 秦家的全部股份呢 都已经回到了我的手里 我现在 是秦室最大的股东 还有 我抹掉了你的姓 因为你根本就不配姓秦 最后一句 我呢 会跟你唯一爱的男人 唐锦芊 白头鲜老 一辈子幸福地走下去 你给我站住 谢谢你 你亲亲亲哥哥哥 还有呢 我爱你老公 还有呢 我 坏宝宝了 你说真的 那你说呢 送到你的手中帮你解渴 像夏天的可乐 像中间的可可 你是对着时间对着角色 谢谢你从少年 一直恨我到现在 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 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